他應該是非常有指標性的作用 那我們請他來給我們簡介一下 這個紡商農業的技術還有運作 他除了理論以外 本身的實際在操作非常成功 來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各位好朋友 新春快樂 新春快樂 今天是2月1號 日子還覺得蠻好的 所以有這個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這個農業 農業在人類來講是生存必需的 幾千年來都沒什麼大改變 那到最近這個百年來 有一個化肥農藥改變、荷爾蒙改變以後 人也真的被改變了 所以最近的人跟以前的人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人都不太一樣了 下一代更不一樣 所以每天都在製造新人類 新食物嘛 養新人類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但是我們發現 觀察到好像變了以後並不是變得好 有的是變得聰明 但是並沒有健康 但是聰明跟智慧之間好像有差 所以我從磁場裡面找到 越聰明就越沒有智慧 然後聰明是反智慧 到哪一天那個聰明停下來的時候 恍然大悟 那就是智慧的開始 智慧的開始就因為沒有聰明 所以我們從這邊開始 所以智慧其實它是面對天地彎路 我們來到地球以後 人類在地球生存 當我們一開始以後都在模仿 一次模仿到現在還在模仿 只是沒有科技的論述 現在把美國那一邊 以把這個模仿用科技來解釋它的時候 發現它是無限的生機跟無限的上機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可以切入 過去我們的概念裡面講人定勝天 但是發現人定勝天的啟發點是罪 所以我們的意識裡面 我們的意識裡面 從小開始就教這個罪 你不是最大最好就是最壞 這個罪啟動的時候 人類開始腦波啊 意識能啟動了以後開始就很活躍 所以倒是在找 就是倒是在學習 所以就為了醉的是 學習的時候我們就不斷的變化 那我們講到很好玩的一個 科學家 現在我們講科學 他是把所有 所有的自然界裡面 我們就要把那個變數去掉 變數去掉 留下定數 這個叫科學 那藝術家是把所有的 定數盡量去掉 留下變數 所以人類變成了 有了文明以後還是兩個極端 一個極端就是腦袋裡面沒有變數 一個是腦袋裡面沒有變數 那怎麼辦 那兩個極端就會形成極端反應 最典型的藝術家 極端反應的就是 泛骨 那我們現在可以從資料裡面體會到 他就是要把那些 定數去掉 體制去掉 流到那個體制外的 但是體制外是很苦的 體制內是很優惑的 所以你按標準來做事 練書考試這樣一路上去 你就保證你好的 日子好過 但是如果你都不練書 你不安排去做 你自己想法去做 那你是苦的 那是體制外的 所以人類在這個體制內 就要一直在生活 產生兩個世界 所以 發骨內閣就是在一種極端裡面 那種 我發現到意識能的極端反應的那種痛 不是肉體的痛 所以有些人講說幽靈痛 所以他把人割掉會不會痛 割掉不會痛 才會割第二頭的頭 那割了不會痛的話 沒辦法止痛 結束生命 那我們發現有些人 結束生命的時候 有沒有大的勇氣 真的叫我們隨便結束生命 好像沒有那個勇氣 為什麼他們有 其實那個就是意識能產生反撲 生跟妹之間起此一個顛倒 職場反應的罪 變成極高的反應 那極端反應就是罪 所以這是過去我們在 我們的教育 教育我們的小孩 都是用這樣的一個企劃 這像我們電腦叫關鍵字 當我們的腦袋裡面是一個超級電腦 你用罪的時候 它就啟動給你搜尋 去找答案 所以不斷的發明不斷的創造 都在這個罪裡面 但是2013年開始 這個盒開始啟動 這個要關掉 這個要關掉 待會人類這個極端已經開始很危險 產生危機意識出來 所以這個盒開始啟動了 今年第1年 其實這個盒 這個盒是團隊 這個找活作對象是團隊 這個是核心 這個是和平共存 這核心的核是 代表的意思說 我們身體有60兆細胞 每一個細胞都有核心 意思說一個很小的細胞都有核心在運作 所以這個盒變成尊重 互相尊重 所以人類現在已經六七十億的人口 如果沒有互相尊重 那這沒完沒了 這世界就會產生大危機 所以這是一個順著天 而不是聖天 這個概念要重新 重新邏輯 所以說在離山的時候 大概三十幾年前 這種霧的時候 意境非常的美 代表可以想像 雖然是冬天 一直都露光了 但是可以想像 無限的思考 所以我的邏輯從這邊啟動 這是我們講離山 人類勝天 就是把那個坡地全部都開花 能夠種的統統能種 這產生多大的經濟效益 這個雞混變 因為雪坡不流水 肥分也不容易流 所以它用雞的混變 生雞混 黏黏的可以把這個土地黏住 然後黏住的話 肥可以長效的 所以那個 下去的肥料水 德基水庫都被污染 這是過去大家過病的問題 那三三為了 砍滑 濫滑 所以很多地都是這樣 我們看到的地 我們剛好 這個小孩在那邊 這個地就是 他們把這個樹不能砍 砍了就違法 所以他們把樹弄死 弄死掉了以後 它自己會掉下來 那就沒有違法 這塊地現在全部做茶葉 全部茶葉 茶葉很貴耶 離山茶超貴的 所以我這次山山的時候 我台南 我們一起在研修做 芥末 這個芥末在離山 我們也試上過 但是一下山又被脫光了 上去就沒了 因為做得很不錯耶 這是我們過去在那邊 離山好處在那裡 陽光充足水好 氣候很溫和 這種氣候剛好做 所有的植物都可以長 那邊的菜 如果平地的菜 拿到那邊種 都大概一倍到兩倍 所以那個天然條件是非常好的 離山 所以我們小孩子這個松露 以前蔣介石的別處就在這裡 OK 現在孩子都長大了喔 現在都在接班 現在在訓練 這個小孩子大樹下 大家會挖 然後在訓練自己 所以他們寒暑假都到山上去 所以自然 接觸自然會產生一種 對自然的一種 感覺上那一種好 美好的感覺 這樣 這個 最小的這個 在霧的時候 他在那邊講 我說你要想什麼 就在裡面做夢 白日夢 好 這是我們老三 現在也三十幾歲了喔 在道德經裡面講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這是一個規律的時候 地球 我在一個雜誌採訪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人為什麼要來地球 你為什麼要來地球 來地球做什麼 我們 大家都問這一句話 我說人來地球的時候沒有答案 但是你死掉的時候就有答案 當你死掉的身體 那個靈魂破 神意結 那個單離開的時候 從外太公看回地球的時候 啊 我又白來一次了 下一次一定要記住 要做什麼事情 很多使命要做 在自然界那麼 宇宙中那麼多的星球 這個星球 它是充滿了生機 其實我們乃是在這邊尋找生機 但是人類掉下來的時候 都落在哪裡 都落在家庭 醫院 就在你空房裡面 就像豬圈 雞籠子裡面 所以你一出生在那邊的時候 就這個東西就是你的世界 那你的世界就是這麼大 所以你一定要劃清界限 這是我的 那是你的 所以聊到第幾月 就開始你你我我 開始來 開始自私的心就起動了 那個自私一啟動的時候 開始界線越化越多越化越多 人類就開始鬥爭 爭奪 人跟人 勒奪 人跟自然 勒奪 所以不斷的勒奪 這個星球啊 來的時候都是勒奪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提早知道 以後 我們開始要學的仿生 在地球到我們來追求生機 在仿這個生 怎麼來生 是最美好的 我們這樣過得很美好嘛 大概還不錯 但是不是很好 還可以再進步 所以我們需要仿生的這個知識 所以 好 道這個跟自然裡面 這個規律怎麼去仿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但是學習的話 我們從道在家裡等 在家裡修也可以 以前道一下修想得很好 但問題對整個社會的幫助不大 對自己的幫助很大 但是現在科技的理論就叫 對整個大家 對社會有幫助的是科技 所以我們把科技跟這個自然合在一起 下一張 所以我們看到 你看這個葡萄的灌溉 漫蓋 就是用淹水的 沒有水就淹水 淹水以後呢 然後自然水就慢慢蒸發 就重複這樣子 這是自然現象 這也叫自然 現在科技裡面用滴灌的 盆栽裡面加一個點滴 就像病人一樣 到醫院去調個點滴 也可以維生 現在用維生系統 用點滴的也可以種出東西來 這是以色列的科技 那這個也是第一罐 這個也是第一罐 是地在邊邊 到哪邊可以吸收 這是我們講的地罐 這個是慢罐 剛才講的 開鉤了以後 然後就這樣噴 用淹水的蓋起來 這種做法有很多優點也有缺點 它有一點的省事 但是缺點就是說 現在仿生科技已經談論到什麼 土壤經過荒根根營了以後 那個微生物的生態破壞了 那農藥化為也在破壞生態 你荒土也在破壞生態 所以這個生態破壞以後 裡面的聚集能量生態能就會少掉 所以他們現在美國在外面 我們在交流 他跟我們講說 像這一塊如果這裡是一個森林 這裡的生態是穩定的 這裡是不穩定的 像這個病要發病的是 裡面的微生物知道 裡面的微生物去測試 這裡的微生物知道 這裡已經快完蛋了 他們會開始怎麼樣呢 傳遞訊息給這裡的微生物 所以美國估計在這 也就仿生在做到這部分 他說只要全部都是這樣就完蛋了 完全沒有辦法互助 連微生物都會產生互助 因為只要有生命 就會有一種共生 固執的能力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自然的 跟這裡有差異的 所以我們在做的農法 就是盡量取這一方面 但是又要這樣子 又要什麼叫折中 怎麼寫折中的方式 這是日本的水氣根法 他用水 活水的灌溉 活水裡面的水氣根 然後他可以長很多的番茄 這個也是日本的農業科技 日本有這些方面的 溫室的農業科技很強 以色列是滴灌的很強 那台灣是什麼 台灣號稱在世界農業很強 還沒有代表性 這是滴灌的設施 現在台灣也有很多學校在做這方面 台大也有 新大也有 OK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仿生的 仿生農業 我們把它定為新的一股力量 在美國去年 美國我們也到仿石協會談 秀出這一套系統 他們很驚訝 他說農業可以用這樣想法太厲害 所以他們有19個國家都 還回去給他們政府 做參考農業怎麼發展 所以大家都摸一下 頭痛 所以我們講的就是 這個特色在這裡 這是一個管路 就像我們的血管 它看起來沒孔 但壓力 又有壓力 它就會滲透出來 裡面的結果是這樣的 這是管路的意思 在地下 地下埋下 像血管的東西 那我們做這套番茄 從11月份到第2年的五月在高雄 上面溫度大概有到60度 攝氏度 這個番茄是日本品種 是在18度以下的品種 既然在60度裡面能夠活下來 但是這次花開了很多 就是不會結果 你要夏天的番茄一定要噴那個荷爾蒙 它們都痛 你就噴的話它就會結果 用荷爾蒙來結果 它本身不會 因為溫度已經太高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到五六月的時候 把它砍掉 那時候蠻可惜的 因為下面還要種菜 所以砍掉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說 如果熬到八九月 它會繼續開始 是第2年的 所以這時候 我們當時在試實驗的時候 這個 像叢林一樣 長的蜜蜜麻 那個產量之大 這個就是一種特殊的代表法 下面這可以種菇彩 它不怕陽光 不需要很多陽光 那韭菜可以長得很好 這個我們做的小番茄 皮薄很甜 那長的蜜蜜麻 找到沒地方長 它就不斷的延伸 就像羽吟叢林一樣 這個是我們的概念裡面 就是主計劃 就像人體的大腦 控制了我們的五上六門 然後這個管路就是身體 然後我們把科學妹想要的 想要表達的什麼東西 給上面的作物 透過這個系統就可以拿扯 所以我們在講到過去我們講 生物的演變 從那個蟲開始演變到 我們講蜜蜜類動物 所以我們講農業都是外灌的 這是外面的 到我們的系統裡面 可以改變了 現在從農業的觀念 就是從內部去處理 一般農業都是外部處理 就跟發展到這個階段 從內部處理的時候 就是這個智慧 所以我們把現在的人工智慧 都會運用在農業上 所以我們講 心肝脾胃深圳裡面的運作 人體的運作 其實我們的農場 是用這樣的概念 去創造它的管理 這個是 利用這個管路 通到我們的四肢一樣的 全部都可以運作 然後這個系統 所以上面就是我們講 像 這裡就是水處理 在這裡水處理就是腎臟 然後這裡是肝臟跟胃 把營養液在這邊發酵 產生的系統 進入漁液 然後從裡面再透過水管這樣進入 那進入了地底下以後再滲出來 滲出來的東西都是於半發酵 不是發酵 半發酵以後 離到地上 到了地了以後 它在地上開始繼續再發酵 所以我們在這個水管裡面可以 排到他們當時質疑說 這個東西 這個水裡面的兩份 我說 這只需要的是碳 碳酸 二氧化碳 還有三氧化碳 這些東西 結果發現到這裡面都在發酵 產生的氣裡面都 都有氣泡 所以在這個管道裡面 埋起來的時候 裡面都是氣泡 在植物需要的所有的養物 幾乎全部被起 所以他們就發現到 這套系統真的是革命 本來當時他們認為 這個水根比這個強 後來發現這個東西裡面 可以製造很多的 自然 發酵的 植物需要的東西 而且不是你人工會控制的 所以水跟碼是人工控制在無機元素 但是有機的這個變化 他們就沒辦法 這自然應該是有機的 所以理論就是這樣 到上面去稀釋混合以後 走到地底下去 然後出來的氣跟水 氣跟水裡面都是充滿有意為生物 那有意為生物在這裡形成了一個 這個物理現象就是我們講 我們研究磁場 那個能量益血 所以這能量益血發揮很大 這個空置在負能量 負電能量 負電能量在空置的話 把這個生態變成 負電 維持在負電能量下的微生物可以生存 那很多病菌 細菌 病毒 都在正電下 大量繁殖 這樣的話在這裡面 不會大量繁殖 所以我們這個農場一看乾淨 非常非常乾淨 所以他們都不相信 沒有農藥沒有化 微生物這麼乾淨 進到裡面去好像什麼 就像消毒過一樣 其實就隨便一把抓起來的沙 裡面充滿了微生物 裡面都是好的微生物在這裡 產生一個聚落 那好的微生物 它本身的代謝體就是養分 所以我們用一點點的養分在這裡 這裡就用一點點的養分 可以到這裡面變成無限大的養分 這是雨林 雨林的概念就是 雨林沒有人撕毀 但雨林長得超好 這個理論就從雨林那些概念來 讓這裡產生的像雨林的生態一樣 然後這裡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 都變成一個很 在我們人工智慧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們知道 並進 從喜歡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避開它喜歡的 那還有一些比較 比較喜歡附電的好東西 好人都記在一起啦 壞人不要來 所以這個空間 只有控制好的時候 這個生態整個控制住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現在第二場是在 這是屏東場裡面 在苗裡還有一場新的 現在上個月完成了 現在好不到一個月 長得非常好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工型組件 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這個工型 讓間歇性的灌溉 可以讓這裡產生的氣 然後第二次來的時候 就把它衝出來 所以地底下 我們為什麼幾千年來的 重東西都要翻根 因為土壤大氣壓力 跟水滲透以後 灌溉水以後 它會擠壓 那地底下就會產生缺氧 很硬 很扎實就會缺氧 缺氧的時候 這裡面就無法 根氣無法下來 無法下來的時候 它長不大 長不好 像草一般的草而已 那如果我們現在 在地底下 這裡是40公分 那40公分裡面 水跟氣在這邊 氣往上走 水往左右擴散 然後水經過 大氣壓力的擠壓 水也會往上增騰 所以就不斷地 在這裡形成了一個 很輕鬆 鬆軟的土壤 有意境 外面有兩個菌種 一個是耗氧鏡往上面走 硬氧鏡往下走 下面也有硬氧鏡 所以兩個生態完成了以後 變成一個很完整的 有機型態的一個土壤 所以很平級的土壤 經過這個系統 馬上就變好 等一下說要養多久 不需要 馬上 就可以看出它的效果出來 這是我們在屏東 第一年第一次種的 這個菜在長的時候 比外面那個長勢快多了 而且那個質量都提高 都非常高 這是第一次 這是上週來拍照的時候 高麗菜正在種 這是我們在屏東生物科技園區 這個地方 我說我們要省掉一個水塔 這一個好大的水塔 但是它的水不是有綠的 生物科技園區用的專用的水 用這水來灌溉 我們省掉一個水塔 這超好用的 所以我們講 心臟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結構裡面 但是我們把肝啊 肾啊 胃啊 整個工程都設計進去 下一步就是設計當好 思考基因 下一個 這個在試驗的理論的結構 是這樣看起來 OK 這個我們講 土壤的維生物它會在土壤中 產生這樣的效果 像麵包一樣 所以我們的土壤 你怎樣踩過去的話 它欠一下劑 明天它又縫起來 又縫起來 所以它就是代表說 現在我們要設計這套 其實就是說 拼拼 做龍 龍很辛苦啊 拼拼的是用這套最好 為什麼 你就採收完了以後 拿掉這裡再送 這馬上就可以種 這可以處理一下就可以種 這不斷的種 不斷的收啊 按著那個軌道來啊 這很簡單啊 老人家都做得來 所以你就蹲著下去就行 OK OK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專利 第三個專利拿到了 就是水 我們利用負壓能連理啊 水在往下走的時候 把空氣從整個代進管路裡面去 那個空氣在裡面有百分之七十八的蛋 比尿素還高耶 空氣的蛋比尿素高一倍 所以把空氣引到裡面去 然後在地底下 透過物理性化性的反應 生物性的反應 所以在土壤中產生一個很強的活生態 所以在這邊種的東西超好 長得超快的 這個就是相對 這個是敵罐的 以色列的敵罐 那這是我們現在走的 他們這個要做有機相當難 那我們這個東西本身就是 比有機還要活藥都有機 下一個 這是在施工的過程 只要埋管 下一個 這個結構也有先 一勞永逸 開始做得辛苦一點 這在固定成本高一點 但是以後就 被弄成本就少掉很多了 下一個 這是埋到一半 先試看看 它出水的狀態 水應該慢慢地滴下來 可是它不會大量地噴水 它就慢慢地滴 就像我們的血管一樣做一個尋軟也可以 這個是種那個單身 當我們在做發酵的那些渣渣 就把它鋪在這上面 下面都是銀兩翼在轉 所以初期在種的是這樣 這裡面可以做一些噴霧 可以模仿 剛才也講來霧 在這裡面 尤其夏天很熱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面 一般來講 農會最怕夏天很熱的時候噴水 一有水霧的時候 馬上病害就來 各種疫病都跑出來 那我們在這裡面 夏天的時候 人在裡面也很熱 所以這個一噴的時候 人熱是比外面涼 裡面口氣乾燥 所以夏天人家的溫室都是太濕 我們的溫室裡面是太乾 像沙漠一樣 水只有走地底下 上面這個都是乾的 相對濕度在五十以下 非常乾 但是很舒服 一進到裡面那個汗 馬上震發掉 所以不會這樣試試很難過 農委會啊 一個處長進到裡面去 他說他到了人家的溫室裡面去 他說不會超過一分鐘 進去放一下就出來 受不了 但是到裡面 他竟然在裡面聊了一個鐘頭 他說奇怪 你們這裡溫室怎麼幹 到裡面去怎麼那麼舒服 我說你如果感覺太乾燥了 我就噴個霧吧 噴個裡面的水 裡面還是有玄機在裡面 我們講復電 控制好的那些菌種 如果落下來這些菌 都是好的菌 所以會對這是幫助不會破壞 所以長得非常好 這是單身 中期的時候單身 花開了很多 長得非常漂亮 去年長得有一兩公斤 超我們想像 前年第一年的話只有平均五百克 第二年的話兩公斤半 一年比年長一株就兩公斤了 你看這個一顆而已 它可以長密密麻麻的根系 長得非常多 下一個 這是我們講一種糖蜜 米糠骨粉 米糠骨粉糖蜜豆粉 這樣組成一個一個在裡面發酵 包起來發酵 變成營養液這樣 然後再稀釋使用 那些為了控制菌種不要 累的話我們都有一些 我們講生物科技裡面的運作 OK 所以那些菌到地裡下去 都變成它的溫床 土壤就是微生物的溫床 所以我們這道理論其實是在栽培 微生物不是在變 那微生物栽培好的時候 讓它生生不息的養物也生生不息 那空氣就是微量 這理論就是用空氣來當微量 可以省掉很多的 我們講碳足跡那些 我們就可以省掉很多 將來他們也知道 我們會申請碳足跡 這個可以環保監冷 所以表面都很乾燥 裡面是濕的 所以這植物看起來外面乾乾的 裡面都是濕氣 如果我們上面再蓋一個薄墨 然後水蒸氣就會蒸騰到上面來再回流 在這裡形成一個循環系統 可以變成一個內循環 這個十字花都種起來了 這些都很紮實 看起來不是大到像外面很大 但是種比它們重 每一個葉跟葉之間都很結實 這次我們講的那個番茄不需要農養 它長得非常好 這個是早期的時候是雷九蘭的父親 大家知道雷博士 他父親到農場去的時候 他看到這一顆 這是露天 然後他這一顆的時候 他說 這一顆菜怎麼能量那麼高 他說 在美國有機的 大概這樣轉的話 這零百啊 這次我還不會寫 我零百還不懂 他零百在那邊測的時候 他說 人家五百五十轉就會提前 為什麼你們賺了三千六百還在轉 所以回家的時候跟我講說 在路上他講說 你們家那個農場有一種特殊的能量 他說 為什麼 這個菜能量轉不停的 所以那時候 大概這一顆就很特殊 我們就知道 結果我寫這塊地也有特殊的原因 所以 宜蘭的花基地 這一塊就是在二十年前的世貿展 你知道 世貿這展的時候 我們竟然展蔬菜 才在笑到 人家轉高科技 你怎麼弄蔬菜過來 我們在蔬菜的時候 這一顆 這一顆我去北京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 恆山里高階 里山那個高階里 這一顆這一串啊 一個高階里是十五顆 一顆都十兩以上 不是這一串而已 這一個農場啊 長了這個第一次 用我們的系統去做的時候 那個農民我說 拜託啊你也蔬果一下 蔬果 這個都一個花串 大概都有十三到十六的花 但是你大概留一個 如果長勢非常好的 可以留兩粒 如果留到三粒就不太好 基本上都一粒到兩粒 所以你看到哪一樣都幾顆 為什麼那個長不起來 那這個我們在 我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不輸過 老師老師你看要輸哪一顆 每一顆都一樣大一樣圓 歪掉的 跟不上的一定減掉 或者比人家大也要減掉 他們要找的是平均 結果這一塊十五個都平均 那一年很奇蹟到什麼呢 日本的原理啊 一顆椎果汁嘛 長了一粒水果要十五片葉子 來光火作用 就是農業常識 那我說像這個一長出來的話 這裡有三串 總共葉樹加起來多少 每一個加起來三葉 三串才十五 所以九個葉子 九個葉子怎麼長這麼大 每顆都會長 都沒有葉子 全部養分都在水果上面 都沒有在葉子上 我看著傻眼了 整個果是沒有葉子 全部是水果 後來我終於從樹上找到原因了 葉芽的目的就是在指揮養分 荷爾蒙是在牙尖的地方 它會指揮養分的輸送 水分的輸送 所以大概十五片就來醞釀光火作用 結果它這個是 每一顆的種子裡面 都是不成熟的種子 也會引導養分水分 還沒成熟的種子 也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是完全靠種子裡面的需求 然後大量的把養分吸過來 為了種這個東西 養會怎麼做呢 雞蛋 那時候雞蛋一斤十五塊 比肥料便宜 牛奶 牛奶過期 雞蛋跟牛奶 然後大量在那邊做發酵 就是我這樣講 在營養液發酵以後 因為這屬於山坡地 比較屬於碎石的地 就這樣 稀釋每天就要補鹽鹽館 就這樣子 兩三個禮拜一次 冠禮室兩三個冠禮室 哇就長大 也不會肥傷也不會沒有肥 所以這個是最早期在離山的時候的概念 所以以後才有這個新的方法出來 所以我們再一路再看 像這個木瓜超過一千斤一顆 都是長的超大的 那種系統 明明都超過四成 稻米 啊這個甜椒 哇密密麻麻都是 所以那個像我們在離山種那個 荷蘭豆丸 哇那個找到像裡面會嚇到 司機都要葉子一番起來 那個像福西哥啊 全部都是豆 呵呵呵 所以自然的力量那麼大 根本沒有化尾 長得那麼大 而且長得多 好下一個 像這個獅瓜 一顆獅瓜 可以長到一千五百條 一千五百條 好下一個 我們這是在高雄種的 高雄種的 高雄種這個尖頭 這個離山才有 這個尖頭的很貴 離山的高麗菜就是尖頭 南部頻率是種不起來的 用這個系統既然種起來 幾乎每個都會尖頭 好 這個我們在瓶溝做的那個 綠箔火做那個科專 它這個值跟量 加起來大概超過十五倍 跟傳統的比起來差十五倍 質量的話比起來 這是科專在瓶溝大眾 這是我們講種菜的這個過程 這個好處在哪裡 一般種菜都是一種 一般種菜都是單向的種 我們這個可以 你要種什麼都可以種 隨時種隨時採 像我們講說 這樣這一顆如果把它採掉 又做一個空洞 可以再補新的 如果再過去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個根系會 互相來侵蝕這個地方 這一顆就種不起來了 當然我們這個理論 就是地下管路好處在哪裡 它的水分養分 包括連座裡面產生的一些毒素 透過這個水分養分它 尾聲會處理 所以它不會因為留下毒素 而影響到下一次栽培 所以我們這個概念 就是跟雨林一樣 沒有修根的必要 所以 這個是長勢都長得非常勢 非常快 這個是地坊 地坊是在大陸那個地坊 六位地坊往那個地坊 結果在這裡長起來很好 一直穿一直長 那個農士手的腫苗 然後那個農士手看到我們這個 看到我們這個 這個是地坊 怎麼長這麼漂亮 他們自己做都沒有 他說你們用什麼做的 怎麼地坊會這樣長 我說很簡單嘛 做下去就可以了 不理它 也不生病 所以就這樣子 OK 所以這次的養分裡面對照 我們講到蝦酸鹽的部分 我們講青椒菜地瓜 小酸的菠蘿 我們的蝦酸鹽會比較低 然後那個維生素會比較高 比那個冠型的 比那個有機的 像這個 維生素C 這兩千一 這一千二 這裡是一千九 一千六 一千八 一千五 所以在這個維生素C裡面 有些都 都有倍數的成長 這是第一年的 第一年的追蹤測試 所以在施展的優勢裡面 長勢比較快 脂質在變化也比較大 產量提升 質量也提高 抗抵抗力 適應力 我們講 跟種最輕鬆 沒有什麼農業需要的那些 麻煩的要件很多 不需要 維生素C裡面 這些都 非常的豐富 口感很好 所以我們講到 仿生概念的時候 在虛體的跟實體的兩個階段 那我們講的實體的 現在美國在做的實體 生醫的過分 我們講 看細胞來講 那些生醫 以生成的這個對象 生成的這個在研究 我們講 這謊其實是複製 那生計的話 是謊生火 所以很多都不能屬於這種 那生龍的話 我們講謊生態 所以我們在做的那一部分 就以生態 跟人體的這個都要加進去 所以以後這些都會串連起來 那生理的話就是生動 利用生動原理 其實生動就是說 我們在研究磁場的運動 磁場運動就是 生動跟反生動 所以我們這個為什麼會有生動呢 你看到一個人 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喜歡的時候 你身上開始動了 開始要動了 那個是生動還是反生動 如果是反生動的話 再代表什麼 你碰到它 你就著某 著迷 那就一八分了 如果那個生動的話 會激發你的潛能 告訴你很多 你想像 有時候看到一個東西 聯想好幾個東西 那個都屬於生動 呂就是代表交流 然後這個是仿生機 最終的目的就是在這裡 生機代表未來性 你怎麼去複製未來 這個是最高境界 很難 但是我們要了解這些的未來趨勢在這個科技的運作 最開始就是生機物理 生機物理 你何謂生機物理 在磁場裡面找到的 我們講物理是正負電為標準在運作的 正負電裡面 那我們發現到正電跟生命有關的話 正電是帶著陰 附電帶著氧 所以有陰氧跟正負電的理論的這個學問 將來會從這邊去建立 因為建立這個才有辦法應用在這裡 那生機化學的時候 我們講有機化學以外 這個生機化學裡面還有 最主要是酸鹼 但是酸鹼裡面在我們這裡有 激發 老化 還是激發年輕 這個屬於生機的部分 激發年輕的這部分 所以這個化學學也會成立 那我們講到生機生物寫的話 是磁跟熊 磁跟熊裡面有熊風、磁靜、磁溫 代表的是男生跟女生 男性、女性 現在我發現癌症 很多癌症 女生的癌症都是熊風、熊靜 激氣了女人的特質 那男人、男生的癌症都是激氣男人的特質 慈風、慈靜 我娘說怎樣過度了 就變成慈風、慈靜 那也是癌症的變數 所以那個是在生機生物學這部分 那這三個的組合 就是生機神智學 就是神學跟科學 這兩個融入在這個部分 最後運作最高的境界就是在玄學 生機玄學 怎麼讓起死回生 這不是不可能 這是一種方向 所以這是一個未來的 虛體的部分在補足這一部分的話 人類的科技也會在進一大步 這是一個趨勢馬上要發生的事 墨貝爾獎裡面 前年的物理獎講相對論 在這裡 量子的相對論 那醫學獎 今年的醫學獎講 情境 腦波大腦不是一個情境導航 所以你記憶到什麼東西 他會導航什麼東西 我們的過去一直在導航 然後我們的學校教育也在導航 所以到處都在導航 我們到哪裡去 就是在這十一部分 生機生物學這部分 打航到生機還是打航在危機去 所以每個人都在受影響 所以那個影響都有科學科運作 所以下一次我們有機會在演講的時候 會把這一部分 把他比較有數據化 數位化、數據化科運作 這是我們講仿生論壇的時候 請了美國的仿生大師 他來到台灣 當時辦這個活動的話 松園宴、公園宴、台晶宴 這三大院 我們公司也 只要是我們公司來出錢 來處理這樣一個大會 這一科 這一科是很代表性的單身 這個生長時間大概八個月 八個月的時間可以長得非常好 這是我的大兒子 這一次農業 他剛才講的仿生農業 這一次我們的仿生論壇的時候 甚至把這個協會籌備書 就建立起來 建立這一次的籌備 這一次的籌備 我們主要的參與的就是 台大、清大、成大 幾位對仿生方面的教授 把這個協會建立起來 現在我們就委託台經院主任來當理事長 那我們就創會開始 上個月 這個月 上個禮拜 拿到正式的內政部的方位 當開始的時候說需要科學家先來 那些科學家找科學家來 這樣他們就 科技部也是蠻重視這個東西 下一個 像這個是李光榮 這幾個教授都是台大 還有清大還有成大 他是工研院的董事長 本來他們主要來 他說不行不要來 所以他自己就親自來 下一個 所以這一次他請他來的時候 真的影響力很大 那一次場面蠻大的 產官學界幾乎都到四十幾所大學 我們現在活動在動的時候 美國他們這邊有聯繫 他說 我們動的是大概是全世界最積極的 因為我們的辦法 我們做的辦法 按台灣的那個協會模式在運作 然後大學 然後學校 然後到學校去辦 現在辦那個食品安全的競賽 今年的比賽 那我們就學校級的社會科 社會 都代表這樣來處理台灣的 台灣我們來代表這樣來做 我們蠻積極的這樣發展 他們也覺得蠻 本來我們學他 他們說要來學我們 為什麼你們各位這麼快 就把它發展起來 下一個 老師到農場去的時候 他看到他 為什麼我們家發言 怎麼這麼難管你 為什麼你們家這麼簡單 他做發言也沒有農藥 但是就很雜亂 那到這邊我們覺得這裡是 方法對的話 很省事 這個叫自然的 自然本身就這樣而已嘛 為什麼人都把它搞 簡單的事情把它複雜化 再變成專家 何謂專家 就是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那是專家 我們是把它回歸自然就好了 回到元朗就好了 這個是參觀以色列的時候 我要是代表 跟那個農委會執委 在以色列參加那些農業交流 我們代表台灣的農業技術 所以以色列農業部長 還有外交部次長 還有最大的那個 頭部公司的老闆 他們去看完 去交往一個禮拜以後 他們就過來 很積極 專長來看農場 看完就回去 這個農業部長 這一個禮拜前 以色列是農會部長 為了來台灣 辭掉農會部長 因為真正部長不能來 所以他就是 以卸任的部長次長來 來這邊的時候 看完以後 他在講說 你爸爸是學什麼的 怎麼農業這樣顛倒的方式來運作 做好像比較簡單的 不然農業有點簡單化了 他說你在做什麼 想要什麼怎麼那麼厲害 我說沒有啊 這回歸自然而已啊 所以雨林就是這樣在運作的 下一個 所以我們講的 現在人工智慧 其實剛好這個時間發表最好 這個系統就是一個體 然後再配合人工智慧 可以把這個連接網路到 我的理想是這樣 農場不用當 每個農場大概只有兩分地就行 六百坪就行了 那每個農場 我們想說 如果現在農民 你做兩分地的話 你不會累 你會很健康 如果你做兩公頃的話 你會比牛還不如 會這意思 兩分地是一種乳牛 可以當作休閒運動 所以這樣都不受年齡 不受空間環境的影響 所以兩分地如果有一千個 一萬個的時候 這個人工智慧就可以連結了 你要怎麼種 要怎麼技術交流 你要採什麼品種 你要賣多少錢 預價 可以事先預價 你就可以這樣 以這個方式去做 所以剛好現在 這個科技在台灣很普遍 我說苗栗那一場的 他的老闆就是做鮮舌 感測器的 台灣很有名的一個 感測器的科技公司 他們自己在玩 玩農業 然後看到書裡面有這個東西 他很喜歡 就跟我們合作 然後馬上就建一個場起來 然後他的感測器運作上面 他都有 那是台灣很尖銳的 很尖銳的一個 科技公司 我說好啊 要玩大家一起玩 我們這套已經成熟了 再來就是 人工智慧 所以這個人工智慧 這個部分馬上就開始 要運作了 人工智慧就是 我們講一個 兩分地 然後配合網路核心 想要中華電信跟台大 要建一個農業的網 雲端網 所以紅機也有 所以現在台灣很多在做網 我們只要把這裡面連結上去 你的土壤 你的水分 你的營養液 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到你的數字是多少 對不對 你要變酸變鹼 你要變什麼東西都可以調 這個就是 人工以後台灣農業 被全世界最尖端的農業 因為你有這套系統 又有那套生產的系統 所以你只要知道植物的 它的習性 它的溫度 濕度酸鹼度都知道的話 包括病床外知道的話都可以控制 所以必須要藉用這個人工系統 所以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楊老師的那麼精彩的報告 好 那接下來我們